大家好,现在进入8月,温度非常的高 这时候兰花的生长速度变缓慢,蓄水量减少 再加上为了避免病虫害的滋生 我们会减少盆土浇水,自当的偏干养护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,兰花非常容易感染戒壳虫 那么戒壳虫应该怎么防呢? 它的防治方法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小白药,浮虫胺 它是用颗粒型的杀虫剂,具有很强的内吸和触杀的作用 我们取上一小勺沿着盆边给它均匀的撒一圈 随着浇水,它就会慢慢释放药效,可以被蜘蛛所吸收 对这些虫害进行触杀和毒杀 像这种药呢,我们一般就是四五十天左右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它的一个药效期还是比较长的 如果已经感染戒壳虫,我们先用酒精 把戒壳虫这个部位先把它喷湿杀菌 然后用棉签把这些戒壳虫全部去除掉 再给它在盆土里面撒上小白药防治就可以了 所以在八月份养养花呀 它最怕的就是感染戒壳虫 戒壳虫的话呢 它一旦泛滥起来对植株的危害非常大 会啃食它的禁业 而且呢会阻断这个营养输送 对于养花的生长非常不利 所以预防是最为关键的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